大家好,我是港島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總督察盧遠流 今天我會和大家選擇一宗在2022年10月15日深夜時分發生的煽動意圖案件 經調查後,警方在昨天早上拘捕了一名27歲的內地男子 懷疑與這個案件有關 好,安情,警方在2022年10月16日早上7點半左右 接獲立法會保安中心的報案 就指立法會大樓公眾示威區告示板上被人貼了三張懷疑帶有煽動文字的海報 立法會職員隨即將海報移除了,然後將件事交給警方處理 警方檢視過這三張A4指帶的海報內容 發覺上面印有多項字句和口號 其中的部分是懷疑帶有意圖令讀者對中央政府或者中央領導人會產生憎恨或者藐視 經過翻看閉路電視的影像之後,發現2022年10月15日深夜時分 一名男子獨自到達立法會大樓公眾示威區的告示板前 當貼上三張海報之後,他更加用自己的電話拍照 其後就急急離開現場 這名男子所拍攝海報的照片 其後也都被人上載到一些社交媒體上分享 雖然疑犯離開現場之後曾經在附近的地方更換衣著打扮 企圖增加調查的難度 但是經過檢視大量閉路電視之後 警方成功鎖定了這名男子的身份 在昨天,也就是2022年10月24日的早上 警方採取行動 在將軍澳一個私人屋苑附近 拘捕了一名27歲的內地男子 罪名是煽動意圖 經搜查這名男子的住所之後 警方一共檢獲了兩部電話 兩部手提電腦 一部打印機 以及疑犯犯案的時候曾經穿過的兩套衣服 懷疑與案件有關 而這一名的27歲內地男子 仍然是被我們扣留調查當中 警方就想借這個機會呼籲 根據香港法例200章刑事罪行條例 第九以及第十條 任何人發表具煽動意圖的文字 或者刊印展示 有煽動意圖的刊物都是違法的 第一次定罪可以監禁兩年 而在沒有合理辯解情況下 管有煽動意圖的刊物 亦都是違法的 第一次定罪可以監禁一年的 市民就切勿以身事法 我今日的簡報是這麽多 看看大家有何問題 好 如果有發文的傳媒朋友請舉手 然後講出自己的幾個名字 在這裡 你好明報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內地男子 本身有沒有 就是他是獨自行事 還是背後有沒有其他集團 或者跟人聯絡過 還有那些相片 他上載社交媒體之後 有沒有人去回應 或者回應 或者再分享 另外他是做什麽職業的 還有他具體那個 那個《纖導文字海報》是說了什麽呢 麻煩 我先講講背景 這一名被捕人士姓石 27歲 報稱是工程師 持工作簽證 就到達香港 來了香港大概一年 暫時在我們的調查過程中 沒有顯示到他有合夥 其他人一起去犯案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還有其他問題 具體是什麽字 我不會在這裏詳細去複述 那個裏面的內容 但是那個海報的大致上 都是他表達他自己 對這個防疫措施的意見 那麼當中那些字眼 內容是會帶有一些意圖煽動 他人對這個中央政府 中央領導人 產生憎恨或者是藐視的內容 還有剛剛有提到他上載了社交媒體 是什麽社交媒體 還有有沒有人再分享回應 麻煩 我不會在這裏透露什麽社交媒體 因為現在案件仍在調查當中 麻煩 好 有沒有其他傳媒朋友 有發問 如果沒有 我們今日的記者幹部會 就到此為止 謝謝 待會可以在那裏拍一些證物 麻煩到時候都可以 謝謝 謝謝 謝謝